北轮到北京,北京到炸晃,中国女排精神饱满,得投入到2018年女排式锦赛,这是东京奥运周期首个三大赛冠军,对于已经获得了2015年世界杯冠军, 2016年女约奥运会冠军,并且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女排来说,冠军自然是渴望,球迷们对冠军更加期待,这段时间,关注的焦点都在女排身上,女排所到之处几乎都有镜头跟随,因为女排是中国三大球的最佳代表,不少球迷在这些镜头照片里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中国女排队伍中竟然有最特殊的一个, 她好像总是跟其他球员不一样,球迷口中说的最特殊的那一个,就是28岁建议曾春蕾,所谓最特殊跟曾春蕾的折装有关,不管在北轮,北京还是如今在日本,曾春蕾的着装总跟其他队员不一样,当其他队员穿着短袖训练服出现在场馆时,曾春蕾还把自己包得严厉实实, 有这样几个镜头,医师郎评指导在训练前总会顺化,队员们和男助教都会依次排队,短袖,短裤是标配,但曾春蕾总是长袖,长裤,而且颜色也跟训练服完全不一样, 第二个镜头是正式训练前的热身,比如教练帮助队员压腿,活动筋骨等等,曾春蕾依然是长裤,长修,正因为如此,在不少球迷人里,曾春蕾好像很特殊,还有就是全体队员合照,队伍中总有一个特别显眼的人, 说的就是曾春蕾,有球迷调侃,曾春蕾不像是,训练,备战队伍中的一员,更像是叹班的或者帮助队员们训练的助教,甚至有球迷调侃,曾春蕾只是要退役的节奏啊,当然,更多的是球迷的调侃, 中国女排一向纪律严明,当然不会让队员们搞特殊,如果都这样,那服装定会五花八门,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,真实原因让人心疼, 据知情人士透露,曾春蕾这样穿衣是得到队伍允许的,因为曾春蕾的腰部和肩部都有伤,一直在接受治疗, 是怕着凉所以才武的严严实实,28岁对于女排运动员来说属于高龄,恢复起来比较慢,曾春蕾在恢复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保暖, 而当全身活动开并且有热量时,曾春蕾也会换上短裤,短袖,确实不容易,洋方是受伤后, 中国女排在接一类制,只有龚翔宇和曾春蕾,所以,曾春蕾要尽全力恢复并保证不出现新的伤病, 对一自然要特殊处理,中国女排对内不存在地位上的特殊,大家都是平等的,要团结一致争取好成绩, 曾春蕾自然希望以最好的状态绑住中国女排,希望大花雷尽快恢复, 也希望她和龚翔宇能够真正让接一位置成为中国女排第一大利器